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越拱越有你 我是石头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老乔女士的老乔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根据全球的局势可谓是讯息万变 目前湖哈兰的反击战正在取得了很多进展 修复了不少土地 而普京也是因为这样 很可能会进入生死存亡的时刻 而另外一个支持普京的伊朗 近期所表态出来的现象看到 似乎也在转态 而伊朗自己在国内本身 也是深陷大派的反抗 这个反抗就是由于一个女孩 她的头巾没戴好 就被整死了 其实这个仅仅是一个道火线 伊朗人鼓住道气已经很久了 而他们的所谓领袖 卡梅内依也是传闻 已经出了问题 现在是生死未卜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令到现在在伊朗里面的反抗 或者抗议 是越来越严重的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卡梅内依不在的原因 使他们可能会转变到俄罗斯的立场 而另一个就是北韩 金仔近期是非常活跃 尤其是近期发射了几次的武器试验 那么他的狐狸到底卖什么药呢 今天请露桥来 在这几方面分析一下 究竟现在全球的局势 走向又是什么呢 是啊 讲到局势 现在局势真的不是很妥 拜登在星期四晚都说了 俄罗斯因为乌克兰现在的失败是很明显的 所以他真的可能会用核武器 我都没事了 那么现在来说就是另外一次了 62年到现在是多少年了 应该是60年了 那么长的时间 那么他也都说了 普京就说到用核武器 生化武器 这些东西的时候 普京不是开玩笑的 现在就是听到传闻 普京可能不用核弹 可能会用生化武器 上次在敘利亚就用过了 其实生化武器 一样是受到非常大的威胁 到时就真的看美国是怎样反应了 那么说回 在这样的局势之下 就是伊朗作为 我们整个都认定 他那个政权是邪恶軸心 那么他这个时候 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呢 我觉得这件事 也都是那个 那个时机是很奇怪的 就是当我们都觉得 很多邪恶軸心 蠢蠢欲动的时候 伊朗的情况 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么刚才阿石头都说了 就是那位女孩 阿明尼 阿明尼她就死了之后 就全国示威 头头是那些女孩出来示威 只是为了她的死而作抗议 但是现在来说 就是已经演变成一个 抗反政权的示威 阿明尼她是顺利派的 是顺利派的 就是她是顺利派 是属于伊斯兰教 在伊朗的极小的一个宗教的教派来的 顺利派是在伊朗只有5到10% 而大部分人就是 10业派 本来来说 你要其他90%的伊朗人 属于 去支持这位顺利派的阿明尼是很难的 但是现在来说已经是没有问题的 所有的人不论男子 现在是男子 男人都出来了 无论是什么阶层 什么职业 是有哪个教派都出来 所以那个示威的情况 是很值得我们密切地去观察的 它现在的示威 就是要把这个政权 拉倒 就是把它打倒 就是这样 当然伊朗来说有很多问题 除了独裁之外 就是这个经济是非常之差 还有国内也有很多腐败的 在外面也有很多人支持他们 欧洲议会就在10月号通过决议 就谴责伊朗当局 对这些抗议活动的镇压 另外也都要欧盟去制裁 参与镇压的伊朗官员 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女人 她们有些是议员 有些是明星 有些是普通人 都是在剪她们的头发 就是以示抗议 用这种方式来抗议 在荷兰 在意大利 在巴黎 特别在多伦多 居然有5万的人出来抗议 所以这个风潮慢慢是卷向这个世界 所以大家可能要看看伊朗是发生什么事 伊朗人从抗议开始到了反政府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伊朗为什么会走到反政府示威一步呢 就是因为传说 他们的最高领袖哈梅奈伊 已经死了 他是有一个心脏手术 心脏手术失败已经死了 当然伊朗来说 他没有承认到这一件事 但是很多人觉得 是因为这样 伊朗人见到一个机会 这个哈梅奈伊 是自从1989年执政到现在 他是一个独裁 独裁者 他一直用很铁碗的手段 去对待这些伊朗人 所以大家知道他死了 或者就死了 大家都出来 伊朗有过一张图片 就说哈梅奈伊 是参加过一个阅兵 在阅兵的时候 拍了一张照片 但是现在就证实这张照片 合成的是假的 就是这样 第二样东西是值得观察的 伊朗对俄罗斯的立场 居然有改变 就是在俄罗斯 强迫这四个 烏克兰四个州公投 所谓的胜利之后 伊朗的外交部就表示 他们说他们要确保 各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同时他指出 他说伊朗和俄方合作 反对西方的秩序 是有这样的事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 在烏克兰问题上 伊朗要和俄方一致 这个立场是改变得很重要的 因为7月19日 普京只去见过哈梅奈伊 当时来说哈梅奈伊 伊朗说的就是普京想听的 意思就是说 现在西方不想见到一个强大和独立的俄罗斯 北约是一个很危险的存在 如果放任北约的话 以后他们更加 就是当俄罗斯不是惹了 他说的说话 就是非常支持普京的 现在来说他死了 或者他快要死了 或者已经死了 伊朗没有必要再按照哈梅奈伊的口径去说话 再加上现在俄罗斯 差不多是用核武来威胁世界之外 他现在已经没有人支持了 大家都觉得他已经是愚蠢失败 连土耳其也不支持 印度早就说了也不支持 所以伊朗反面也不奇怪 在这个时候反面也不奇怪 因为知道他一定输了 就是这样 那在北京来说 当然很紧张 伊朗是他一向都认为 是邪恶俗心的很重要的一员 北京也是在伊朗有一带一路的计划 和他们有很多的意识形态相似之处 而北京也都需要伊朗的有 所以北京是很紧张 因为如果伊朗都不属于 他的邪恶俗心的阵营的话 就表示美国又赢了一仗 所以他很紧张 这个我们可以完全理解 如果伊朗真的有什么变化的话 这个世界局势又是另外一种的情况 那美国当然也都很小心 看伊朗看得很紧 因为短期来说 如果伊朗可以改变它在核武方面的立场的话 美国可以放弃对伊朗的石油禁运 那就有机会解决全世界的能源问题了 前一段时间都在谈 但后来是哈梅内伊 他是反对 他是从中作定 所以伊核和谈又是没有办法有进展 现在他死了 可能就是有个机会在那 这个是短期的效果 如果伊朗可以放石油出来 也都表示他不会再支持俄罗斯他们的立场 长期来说 伊朗可能因为变天 而成为自由阵营的一部分 起码中立一些 没有说现在那么邪恶 它对中共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美国来说是看得很实的 最近那个所谓的OPEC 中文逆种欧佩克 一个联盟 有人叫它做油盟 石油的联盟 或者叫油组 一个OPEC 这个由13个原油出产国 组成的一个这样的机构 它也有10个非OPEC成员国 是参加在里面的 其中包括俄罗斯 最近他们就宣布 11月起每日减产200万桶的原油供应 大概占他们的总供应量的3% 这个虽然你说多说不多 少说不少 对现在的情势来说 都不是一个好的事 只是全球都缺原油的时候 你又还要减产 这个油盟或者叫油组 这个机构 他的创始国是什么国家呢 是伊朗 伊拉克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 和委内瑞拉 这些全部都是西方的死对头 他们现在作出一个这样的决定 我觉得都是很针对西方 特别是针对拜登的 因为拜登的中期的选举距离今天 我们今天是7号 在北美是7号 那就是刚刚一个月 所以对拜登的打击也是很大的 正是你很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减产 也都要逼拜登 要释放美国的战略原油储备 我知道 讲到这里 就是美国的石油的政策 他们的天然气的政策 又是摆在上面 在拜登上场之后 他们的原油和天然气的政策 对传统的油的生产方式 很多人也都会很激气 本来美国是天然气来说是全球第一的 有得输出的 现在变得这么凄凉 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伊朗的情况 大家我想都是要密切注意一下 虽然在现在的报道里面不是很多的 西方的报道 或者华文的报道都不是太多 大家的注意力都去了 烏克兰那里 其实美国方面都很关注的 譬如Elen Musk用的Starlink 也都是开放了给伊朗方面用的 而伊朗方面的接收Starlink的碟 也是美国政府想办法送进去的 记得在几年前 伊朗也发生过一次颜色革命 当然被哈梅内衣打压了 但是伊朗人团火还在 所以这一次一点就着 就是这个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北韩 从这个星期二开始 就发射导弹 10月4日就发射了一枚 中程的弹道导弹 发射是去经过日本的东北上空 嚇到日本很厉害 立刻就是啟动这个警报系统 呼吁北海道和清深远的居民被难 还有就是中断了铁路交通 说这个很厉害 当时来说日本一定是挺惊慌的 那么就无端端金仔做这些东西 但是这次来说似乎 它做得是很夸张的 因为这个导弹 就先说这个导弹 它是射程最远的导弹 正是普京一天在说要用核武的时候 金仔又做这一件事 那么就除了日本惊慌失措之外 美国也做了一件我们觉得很罕有的事情 就是美国的列根号 它的航空母船本来就已经是 在这个军演之后 它和日本和韩国的军演之后 要驶离这个北韩半岛 要返回日本的 但是当这个金仔射这个中程导弹的时候 它就是转头返回北韩半岛海域 就是表示美国都紧张了 10月4日做了这件事 10月6日又再发射两枚短程的弹道导弹 又是朝着日本的方向去发射的 这个也是从10月6日打上去12日 它总共是发射了六次的 那么在10月6日下午 它有学中共来说 第一的从来没听过的 金仔用8架战斗机和4架轰炸机 去冲进韩国的防空识别区 韩国政府也觉得非比尋常 马上就出动30架F-15K的战斗机 就是去拦截它 那这些东西是金仔从来没做过 可能听得多了 军机妖台 现在它搞过军机妖寒 那么很多人就说 金仔这样做 可能它会第七次核试验 它现在要发射这个洲制的弹道导弹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要搞乱局势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真的要看看 按照表面 金仔自己发出的声明来说 它的确是说 它是不喜欢8月份 韩国和美国 举办了一个极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另外一个就是在上个星期美日韩 又举办了一个很大的联合军演 今次这个联合军演 列根浩是故意从日本的黄衰河 就来到韩国的虎山的 表面上它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我很不喜欢你们这样做 所以我就要这样做了 我就要用这个来还击了 但是其实就是在今年到现在 北韩就是发射了40次的导弹 而且它的导弹 根据你自己来说是不断地升级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日本韩国和美国 只会有联合的军演 但是金仔他觉得是你们的错和我无关 但是如果想心一层 其实这个金正恩可能在这个时候 也都要给大家知道 他仍然存在的 你们不要一天看着俄罗斯 看着普京 我仍然存在的 我亦都有核的能力的 在这个timing 在这个时刻 是我展露我自己的最佳时刻 你们以为你们是可能有两线战争 只是台海和乌克兰 你有没有想到我是北韩 我是对韩国 我是都有一个威胁力的 就是可能他心理上 金正恩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再加上他非常不喜欢拜登和尹錫元 从头到尾都不喜欢 拜登一上场就对他很强硬 尹錫元就更加不用说了 所以 现在又刚刚是拜登中期选举的关键时刻 所以我就出来 我看你怎样 我就要看你怎样 这几天金仔真的很出位 还要出位过普京 前段时间有传闻 普京要去买金仔的导弹 当然买不成了 特地笑 至乎金仔现在软硬都不吃 一条心会发展核武 究竟有没有人自得碰的金仔 我们这个节目的完整版本 将会放在希望之城里 希望大家点击下面的链 就可以免费在希望之城登记 他也有不少的免费节目 供大家看 记得希望之城 다는最后一会 呢 的 转发 梁 东西 中 因为 继续 中